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浙江温岭市政府6月14号上午9点多通报 截至14号上午9点30分左右 G15 神海高斯公路温岭大西段曹灌车爆炸事故 已造成19人遇难 172人住院治疗 周边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据初步调查 爆炸车辆为液化石油气曹灌车 由宁波开往温州 具体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6月14号上午 南都记者从温州市瑞安市瑞阳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了解到 涉事的曹灌车归属于这家公司 相关行政处罚显示 从2016年至2018年 瑞安市瑞阳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曾十次被温州市和瑞安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处罚 合计罚款金额超过1万亿千元 法律纠纷方面 该公司从2014年至2019年 涉及四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相关要整理由于这家公司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